SCP-294 The Coffee Machine 咖啡机 项目等级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对于项目SCP-294 并无标准收容措施记录在案 然而只有安保许可二级或以上的人员 才允许接触 见文件SCP-294A SCP-294目前存放在二楼的员工休息室 由两名三级安保许可的警卫时刻看守 描述 SCP-294外观唯一标准咖啡贩卖机 唯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拥有输入用触控板 其按键配置与英语QWERTY键盘相符 当向投币孔投入50美分硬币时 机器会示意用户使用触控板输入任意一体的名称 执行这一行为后 机器会放下标准的12盎司纸杯 注入指定的液体 最初进行的97次测试 包括水、咖啡、啤酒、苏打水等饮品 注入硫酸、雨刷液、机油等不可饮用的液体 还有通常不以液态形式存在的物质 如蛋、铁以及玻璃均成功 然而钻石等固体物的测试均以失败告终 表明SCP-294似乎只可输出能以液态存在的物质 值得一提的是使用过大约50次后 机器便不会继续回应指令 而90分钟左右后 它似乎又自行补足存货 另外有趣的一点是 许多本能腐蚀掉普通纸杯的腐蚀性液体 似乎对该机器派发的杯子无效 项目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经建议将SCP-294移至二楼的员工休息室 以节省开支 鉴于事件294-01 已为该项目安排了警卫 与其接触必须获得安保许可 文件SCP-294A 关于事件294-01 2005年8月21日 特工Joseph 在上午9点30分轮到他休息时 试图用SCP-294获取咖啡 在特工 看看他会怎么办的要求下 向机器下达了一杯桥的指令 确认选择后不久 特工Joseph 开始大量流汗 抱怨自己感到晕眩 最后倒下 将此名昏迷特工转移到医务室后 医疗小组提取了SCP-294派发的杯子的内容物 鲜血 组织和其他提议的混合 测试显示 SCP-294给出了生物组织的DNA序列与 特工的完全一致 特工在医务室进行了四周的调养 与舒逸治疗后完全康复了 S光和电脑断层扫描显示 他没有进一步受伤的机箱 于是将其释放 两名特工均受训斥 建议加强SCP-294周围的颈备力度 附录 SCP-294F 审议过SCP-294的相关档案后 建议测试SCP-294从远距回收特定议题的能力 附录SCP-294H 在O5的监督下 对齐出100SCP-075的分泌物 经证时 产物确实为要求的议题 且杯子可以成功的容纳该物质 然而试验两小时后 收到了事件075-07的报告 建附录SCP-075M 受用措施失效与试验同时发生 导致SCP-075被惊形 并侵入活性状态 实施紧急受用措施前 它分泌出体积等同于一个咖啡杯溶积的碱性溶移 随后转为度性状态 事故调查中并未发现此议题 附录SCP-294I 研究人输入一杯黄金的指令 机器给出一杯融氧钛黄金 研究人继续要求类似的贵重金属 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附录SCP-294J 研究人在安全距离下 输入一杯反物质水的指令 机器在短暂的温温厚明之后 在输入板上显示出范围外的字样 推断SCP-294的采集范围有限 无法到达平行宇宙 维度 附录SCP-294K 研究人输入钻石指令 又一阵短暂的温温厚明之后 SCP-294在输入板上显示出范围外的字样 这也是机器对所有固态物质给出的结果 冰钻石是碳元素的固态晶体 机器似乎无法输出液态炭 因为那并非钻石 随后输入一杯碳石 机器则迅速给出一杯液态炭 SCP-294对其输出液体的破坏效应免疫 附录SCP-294M 针对SCP-294回收能力实验现已启动 配置了一种独特的混合物 油 排漂白剂 排可乐 美味克斯银洋粉 印度综合酸料以保密比率混合而成 此液体被制造并放置在距离SCP-294 25公尺的密封容器中 当提出需求时 该液体被给出 相同量的混合物不再存于其原始容器中 附入SCP-294O-01 在四级人员的监视下 输入我喝过最美味的饮料的指令 机器给出一种外观酷似可乐的液体 研究人认出 这是他在举行单身派对的酒吧里 喝过的一种混合饮料 并相信这是最棒的饮料 除了劳母酒和可乐 并不清楚饮料的其他成分 也安排了进一步实验 以确定SCP-294如何收集资讯 附入SCP-294O-01A 在相同的条件下 特工再次提出需求 我喝过最美味的饮料 这次SCP-294送出一杯深色液体 被一口泛着泡沫 后证实为维也纳拉格啤酒 被声音有彩色图片 五男两女在海边饮用啤酒 也位列其中 在简报中 特工提到 他最爱的饮料正是在海边 与朋友一起喝的维也纳拉格啤酒 以确认SCP-294能够直接从人的思想中获取资讯 以服从指令 附入SCP-294-01 受试者输入完美的饮料 机器送出一杯无臭的淡紫色液体 喝下去后 受试者似乎大受打击 受试者不久后自杀身亡 留下的字条上写 我很抱歉 但此刻 所有的一切都令我失望 严险反对再次要求同样的饮料 目前尚未确认饮料的任何成分 附入SCP-294-01 受试者输入Casey会喜欢的 装置嗡嗡轰鸣了大约三秒后 送出一支空杯 杯身印有一个传统冷饮玻璃杯的图像 内容物成褐色 顶部有生奶油 将其引荐给SCP-0850 它将其辨认为香蕉巧克力奶昔 并认为它美味极乐 附入SCP-294-W 研究人输入一杯音乐的指令 SCP-294给出一杯清澈起泡的议题 味道类似于酒精 放下之后 受试者报告称 不是听到 而是感到连续不停的律动 为了证明自己 受试者甚至跳了一段舞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流畅 对其他抽象概念的测试正持续进行中 附入SCP-294-01 附入SCP-294-AB 一次大规模安保突破期间 到二楼休息室避难的 特工点了一杯相关医疗知识 当时有四名特工在休息室里避难 其中只有 特工未负伤 SCP-294倒出一杯清澈的绿色液体 收入此物之后 特工马上按基金会医学训练所给出的方式 抑制其他特工的伤势 特工已不再拥有该议题提供的医学训练知识 重新产生此效应的其他尝试均失败 特工推测了这一事件为项目自我保护的紧急措施 附入SCP-294AC 博士向SCP-294要求 我的人生 SCP-294发出嗡嗡声 大幅震动约三分钟 随后给出一种高度粘稠 不透明的黑色液体 引用之后 博士报告称自己回忆起了他所经历的一切 实验之后 博士进入办公室 48小时后带出一本538页的自传 附入SCP-294AD 研究员提出的要求仅为一个简短的片语 给我清洗 装置提供了一个不透明的杯子 内装正常的水 其后检测出水以加热并达到了摄氏200度 杯子在转移过程中受震 其中的内容物变为蒸汽 猛烈地喷出废水 覆盖了半进2公尺内的区域 附入SCP-294AF 研究员提出要求激度之血 SCP-294震动并显示出以下资讯 因为这就是我的鞋杯 接着放下一个纸杯 穿有约0.12公升的红葡萄酒 附入SCP-294A1G 研究员提出要求 一杯电池壶的鞋 一杯铝鸽的鞋 一杯Thomas Jefferson的鞋 地检人提出Canis Lupus 鞋的要求 收到了一杯遗体 随后鉴别为狼鞋 接着地检人提出 Aquus varus caballus 拓移的要求 收到了一杯遗体 随后鉴别为马的拓移 接着地检人提出 Vescolafercinarius 尿的要求 收到了一杯遗体 随后鉴别为五尾熊尿 接着地检人提出 Foberomies Petasonic 脑脊髓液的要求 收到了一杯遗体 现正分析中 值得注意的是 Foberomies Petasonic 灭绝于中芯市晚期 距今大约八百万年 附入SCP-294AI King博士输入要求 一杯试文超导体 得到了一杯苹果汁 其中服有苹果池 附入SCP-294AJ Andrew博士要求一杯 D151839的白血病 然后获得一杯液体 这杯液体在显微镜检查下 发现含有牙细胞 基因学显示 其属于D151839 第二次要求一杯 D151839的白血病 结果输出 范围外的错误讯息 D151839随后被发现 不再患有白血病 然而在15天后 白血病重新出现 ISCP-682处决试验 对象 从ISCP-294得到了 ISCP-682杀手 ISCP-682组织样本测试记录 在与液体接触时 样本开始破碎并腐烂 在三分钟后破碎为细小粉末 处决试验记录 将ISCP-682受用室内的强酸 暂时排出 带为一公升 ISCP-682杀手 到于ISCP-682的头部 ISCP-682的头部 开始腐烂并崩溃 容易碰触到受用室后 秀音场的区域立即溶解 备注 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大量的议题样本 我们很有可能会成功 我们正在努力尝试 博士 以上就是SCP-294 SCP-294是一个几乎能排出任何议题的咖啡机 并且能够读取人的思想 进而给出适当的议题 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后面附录的内容 跟印象中不太一样 如果你曾经在2012年前看过这篇文档 那你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在2012年时 SCP-294的附录内容有做过大幅的删减 删除了一些玩其他作品梗 魔戒、银河变车指南 或是不够认真的部分 其中也包括输入可以毁灭SCP-682的东西 而把整个站点炸掉的附录 这也是一个比较多人知道的SCP 主因大概就是它有出现在旧版的《送用失效》中 在游戏中它能产出数十种的饮料 根据输入字句的不同 会有从治疗、buff甚至是急死的效果 如果要我选最想要的SCP-294一定是其中之一 感觉实在是很方便了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